六南都有三名国中少女因为不喜欢念书 要和同学相处不好 所以相约一起离家 而他们跑到台中市流浪 半个多月以来他们都睡在网夸 后来呢这钱是花光了 三名这个少女呢就提着行李在街头游荡 而前几天深夜寒流来袭真的很冷哦 这三个少女就在街头角落抱在一块来取暖 而远景发现之后 这才把他们带回了派出所 三名国中少女坐在派出所里 他们穿着短裤短裙冷的直发抖 远景就是发现他们像这样握在街头的角落 抱在一起取暖 才把他们带回派出所 当天的时间是比较晚 所以他们三位啊走在一起 然后穿着外套拎着行李 感觉就比较突兀 所以我们巡逻远景啊 才会前往啊 趋前来来做一个盘查 一开始少女很有戒心 不肯说出住家地址 后来远景就像大哥哥的口吟一样 慢慢的问出资料 才知道他们是国中同学相约离家 从南投跑来台中市 半个多月以来不是睡网咖 就是睡公园 直到身上钱都花光了 三个人只好在街上游荡 但前天寒流来袭 深夜低温又寒冷 三个人依偎在街头互相取暖 在南投某国中的一个学生 那因为在学校可能在求学 在课业的部分啊 不胜理想 那与同侪的相处啊 也没有说非常的愉快 三名少女相约离家半个多月 焦急了爸爸妈妈接获通知赶来派出所 看到失踪多日的女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过三名少女街头游荡 幸好是遇到远警把他们带回派出所 不然遇到坏人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中日新闻连家庆台中报道